内地疫情措施调整之后 有不少的药店 感冒药 退烧药和止痛药脱销 尤其是一些有老人和儿童的家庭比较忧虑 医疗界呼吁民众要合理用药 部分药物不能够混合食用 这一家位于深圳福田的药房 中午午休的时间 附近的民众纷纷前来买药 家里有宝宝 所以就买一些就是平时可以用得到的 现在就是那些布洛粉也都买不到了 所以只能买一些日常感冒药还是可以用得上的 应该都会囤一点 就是现在不是很多清单发出来吗 都是照当去拿药吧 好多都没有货了 其实他药房看了也没有 之前的话是每天都会撤 撤那个核酸的 现在都不撤了 也不知道对面走过来的人 他是阳神还是阴性 所以突然间也感冒了 就有点担心 药房的药剂师说 内地优化疫情防控的新十条颁布之后 感冒类和止痛类的药品咨询量大增 药房正在加紧备货 现在目前的话就是我们的顾客 特别是需求感冒这一块的 都基本上是增长了一倍或者两倍 都是放在家里备用的 包括我们现在药房这一块 我们也是积极的去采购备药 广州医疗界专家建议 民众要科学用药合理备药 如果感染后只是出现普通感冒的症状 没有买到药也不用过分焦虑 因为身体可以自愈 而诱发其他基础病加重的市民可以求医 近期部分民众多种药物混合服用 产生不良的反应 专家也特别提醒 含有布洛芬 阿斯匹林 对以仙安积分的中程药或者是西药 都不能重复服用 否则会超量 凤凰卫视张萧李庭申 深圳报道